虽然大家看那段影片都会觉得很深厚 但是我都想这些宗案 刚发生的宗案都讲少少事情 跟大家分享 因为网络都PM了我几个有关法律的问题 有关这宗案的 我都在这里简单讲一下 我不会很详细地讲 首先呢 我现在讲的是 Hollywood商场的宗案 很残忍地杀害两个女孩的宗案 我想香港很少在镜头之下 这次和工程师巴斯承杀案有少少分别 就是巴斯承杀案的镜头 没有公开的 没有流出来的 在法庭上可以看 但是没有流到市面 现在是第一时间流出市面 所以大家都很掌握到宗案是怎样的 我们这样看宗案 就会跟你看新闻的体系有分别 譬如有位网友去patreon网友 已经马上说 火箭先生 他说 有很大分别 原来我们亲眼目击的时候 跟我们这样看文字 原来 那个感受是有很大分别的 所以这宗案 我们要留意 我们会有很矛盾的想法 我们既会觉得这个人是瘋的 这个兇手是瘋的 大家心里面 第一想想 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 他本身是一个无差别 即是没有对象 随机的对象去杀人 似乎现在不是 如果是随机 他一定是瘋的 但就算现在 你看到他的杀人行为 也觉得他是瘋的 但我们要细心想想 因为这段片 我们是亲眼目击 但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很多杀人情况 如果你真的把它放在镜头里面 都是这么瘋的 所以 我们既觉得他很瘋 但我们要记住 如果他真的是瘋的 他就不是谋杀罪了 如果我们赞成他 这样的行为 这个人真的是瘋的 这句话 如果成立的话 其实 他就是误杀的 因为 我的听众 一定很清楚 谋杀哪个误杀 两个主要 由辩方提出 减责的条件 就是 即时激怒 你证明了意图是这样 你证明了是你杀的 但原来你是即时激怒的 那就变成要控方 证明你 不是被即时激怒 不是被即时激怒的 所以 即时激怒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另外 精神病是另一个可能性 很大机会 精神病 而那个 工程师巴斯承杀案 那个被告 就是打精神病 他找了很多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我就说了 是专家证人的对决 就是双方找专家证人 不过那次 巴斯承杀案 辩方的专家证人 就似乎 凶方的专家证人 就似乎很弱 就被辩方专家证人 就一直吃住 所以那宗案最后 就打不到 就变成真是谋杀的 但是 他真是谋杀了 但是 他的行为表象 比起这个更加瘋 他夹着自己的女朋友 不断拆 这个也有些追逐 你会想 他是否随机杀 那个 工程师巴斯承杀案 他是真的 那人在跟他聊天 好地地聊天 好地地聊天 然后拿把刀出来狂插 你想想 然后就跳巴士 他那个情况 你真的会瘋的 你都会觉得是瘋的 但是当我们真正要判他罪责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以说 因为他这麽瘋的行为 就觉得他就是精神病 然后就判他是误杀的 如果每个人都说他是瘋 瘋 其实他可能会开心的 他觉得 我是瘋的 每个人都说我是瘋的 所以 我们真的说 这些行为是瘋的 这就不可以作为 一个打精神病的理由 真的是不是精神病 就真的要专家到时看看 当然 他会去辩方专家 还是几个恐慌专家 到时不看看 有网友就问我 现在有一段影片 是拍到他去买刀的情况 那可不可以 从他买刀 而即时去买刀 而所以就即时激怒 这就牵涉另一个法律概念 就是 究竟他即时激怒之后 和他杀人之间 有没有做多其他事情 之前在80年代 有一宗案 有个丈夫 应该是男朋友 走到女朋友的家里 搗亂 即是说 酷布 酷布 然后就在家里等 等他 和喊杀 然后就找刀 去挟持 那个妈妈 就要女朋友 开门给他 他一开门给他之后 他就杀了自己的女朋友 和他的妹妹 我可能也会讲一讲 这宗案的详细 但是这宗案 有一个很重要的案例 就是 究竟他算不算是誤杀呢? 他当时打的就是即时激怒 他就说 我是被即时激怒 因为他在里面叫出来 我在屋的外面 他就在屋的里面 我和他对话的时候 他就说 你回去吧 我不会理你了 那空手就说 如果我回到家 如果我回到家 我就会自杀 那死者就说 你自杀吧 你自杀 我都不会理你 根据空手说 这句话激怒就是 就令到他即时激怒 只要不能自控 所以就杀死他 但是当时就有证人 看到 包括一些独立证人 街坊邻居 和他妈妈 凶手的父母 就说 当时 其实 在 死者说完这句话之后 凶手 是走开了 去小便 他又不是去厕所 去了楼梯口的小便 然后回来 才挟持他的妈 然后杀人 所以当时的法官就说 你这样不算即时激怒 你中间做了这些事情 你中间是做了一个行为 而那个行为 其实是 你似乎是冷静了的 你由他 你宣称他激怒的那些说话 直至你行空之间 你似乎做了一些 你是冷静会做的事情 即是去小便 冷静才会做的事情 现在 假设你说 去买刀这个行为 是不是即时激怒 你就要看看 究竟这个买刀的行为 他似不似是冷静了 即是如果陪审员觉得 是 他即时激怒你 但也要看看 究竟他说 那个女生如何激怒他 即是 究竟他是 一路跟踪他 然后就立即见到 他就买刀去斩他 还是和他有个冲突 被他语言为行动激怒 然后他立即去买刀呢 如果他立即去买刀的话 那你就要判断 究竟那个买刀的行为 其实算不算是冷静了 即是说 我们简单说 你要用即时激怒的话 有两个条件 第一条件就是 当时真的发生了一件事 对方真的激怒你 真的用语言为行动激怒你 如果你只是跟踪他 去杀气的话 就不算 又或者他激怒你完之后 你去买刀 买完刀之后就去杀他 那你就要判断一下 究竟买刀的行为 算不算是冷静下来 才会做的行为 现在有一段片 在这里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究竟买刀 算不算是冷静下来的行为 另外还有一件事 有网友问的 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见到的时候 我去找东西搏去 即是为了救这个女孩 所以搏死了他 那算不算杀人呢 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看到 又拍到 这个状态 那当然是不算 这是一个 情急要救人的行为 那么夸张地 你只是打他 而打死了他 其实一定不会觉得 你是杀人 或者伤人 因为那个比例 你明明知道 那个人真的被人杀 而且你不打他 他一定会死的 这个情况之下 所有法官 所有事实裁决者 都会认为 你作出这个行为 是合法的 但问题是 问题是 虽然我觉得是合法 但我不主张你这样做 因为你看到 今次 肥肥地 即是长头发的那个 都是真的 走回头想救 那个短头发的 而被那个男人 再追回头 那被那个男人 再追回头 才再杀死他 当然另一个可能性 你也看到 其实 在很早的时候 那男人 已经戒了那个女生 即是那个长头发 那个肥肥地 那条颈一刀 有可能 那一刀 就已经令他 毙命 虽然他后来 走得走 走了几圈 但你看到 其实他已经 伤了一条颈 有可能 那一刀 令到他致命 不过 无论如何 这样的情况 就算救人 当然我又不是 主张你去救人 也不是主张 你见死不救 但其实 有可能 你救他的时候 也会引致 对方 强性大法 即是要量力而为 去救 但总之我说 你即使救他的过程 令到兇手死了 在这个情况 即是从一段片 显示的情况 我不认为 有一个事实裁决者 会认为 你是犯法 好 那我们简单地 去讲一讲 这种案 那我们可能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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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